最近呢不知道兴起了一个什么风波 很多小伙伴呢想看小龙哥 尝一下本地评价最低的最差的一家饭店的菜 我觉得我们可以反着拍 评价最高的我们可以来一下 都在这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地卖的最好 但是它不是饭店的 它是一个个人的在卖 每天呢就从早上卖到晚上 好多人说它一天赚三几块钱 它卖三天就赶上我一天了 厉害厉害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尝一下它的菜 一个是酱香鸡块 一个是麻辣肥牛 一包是45块钱 我总共花了90块钱 三碗米饭 三双筷子 说明是三个人的量 这个呢有点漏 我们就这样吧 好吧 来看一下它的菜量怎么样 哎呦 哎呦 这个呢就是肥牛了 大家看一下 哇这个牛肉还是很多的是吧 我现在流口水了 这是这是咱不知道叫什么啊 反正就这些东西 木耳还有see you tomorrow 还有一些菜 还有一些宽粉 还有一些细的粉 我这个45块钱 你们觉得值不值 来下一份 这个呢其实是鸡块 好像是咖喱鸡 然后这个鸡块很大块吧 然后土豆 芝麻 我看看它底下但是没有掺甲 它底下也是很也有鸡块的 也有鸡块对吧 看 嗯 别忘了怎么说 开吃吧 试会吧 现在我们就来试吃一下 不用吃了 其实光看就知道了 很香 还拿牛肉 嗯 厉害 好吃 确实麻辣 鸡块看着很正点 尤其是这个有芝麻的 这两个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这个酱香 这个呢麻辣 我喜欢吃麻辣的你们也知道 有牛肉的 我觉得45 三个人吃 超值的对不对 那我点两份的话 也计算是根本吃不完 我觉得呢 这个比肯的料吃会很多了 我肌肉也很好吃 很软 我觉得呢 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一两个这样 特别实惠的饭店 我觉得卖给老百姓的东西 一定要实惠 对吧 这样才能做得持久 为了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菜 我买了两份 够了90块钱 我老太吃了一点点 我就饱了 量太大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伙子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视频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